德国使用的各式战车 比如暴式主战坦克 全尸犬步兵战车等 大多都是以动物命名 德国的装备完全可以概括成一个钢铁动物园 虽然在二战后 德国的军工实力遭到了打击 但大部分的重工业能力和技术设施都被西德继承 所以战后的西德很快就有了研发生产各种国防武器的能力 动物园中也不断诞生新的钢铁梦兽 比如今天的主角胡适轮型装甲车 20世纪60年代 西德陆军提出发展战后第二代中吨位轮式车辆的要求 并要求车辆能在水中行驶 尽量采用民用部件以降低车辆成本 胡适装甲车最初由戴姆特奔驰开发 但由现在的莱茵金属MAN军用车辆制造并进一步开发 采用的是单体壳传体设计 焊接有不变形的撞击钢板 这种类似于浴缸的配置 可以有效防止小型武器火力 以及地雷和其他爆炸物的弹片 类似于苏联的BTR-80和法国开发的VAB 作为第二辆服役加入西德陆军的轮式车辆 胡适装甲车可以说承担了多种角色 包括部队的运输和拆弹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的作用越来越集中于核 生物和化学危险检测 以及保护其居住者免受这些威胁 同时由于其高效的模块化设计 胡适装甲车至今仍在服役 并且远消他国 胡适为6×6的装甲车 全重17吨 车长6.76米 车宽2.98米 车高2.3米 除了驾驶员车长兼副驾驶员外 还可以在10-12名步兵或者2吨的货物 胡适装甲车的车体采用封闭式 由钢制装甲焊接而成 横断面为扁灵形 可抵御7.62毫米穿甲弹的袭击 可使用IDB公司研制的MEXAS 纤维复合被动式附加装甲 MEXAS成套附加装甲 包括内外两组附加装甲 外附加装甲于车体外部两侧以及尾部 用于提高防御穿甲弹的能力 内附加装甲装于车体内部 用于降低弹丸穿透主装甲时的二次杀伤效应 装在前后舱地板 可以提高对地雷的防护能力 使用MEXAS附加装甲之后 胡适装甲车可抵御14.5毫米穿甲弹 7公斤反坦克地雷 可在车辆附近爆炸的155毫米榴弹炮 及返击炮炮弹的袭击 该车车体前部为驾驶舱 驾驶员则位于驾驶舱左侧 车长位于驾驶舱右侧 其门窗和大型防弹挡风玻璃 都采用了装甲金属百叶窗 在关闭时 安装在车顶上的前望镜也可以用于导航 同时 胡适装甲车的座位都按照人体工学要求设计 驾驶员的座椅可以按照人体高度进行调节 并且能向左右转动 如果将载员的座椅折叠起来 还可以留出长3.2米 宽2.5米 高1.25米的空间 形成一个8平方米的地毯组织 成为一个房车 可以容纳5名士兵躺下休息 如果用来运送作战物资 可以运送4吨货物 水路两用时 可以运送2.6吨的货物 作为一个轮式装甲车 其机动性才是最重要的 胡适装甲车的动力装置 是戴姆勒奔驰公司生产的 OM402A型八缸废弃涡轮增压柴油机 最大功率320马力 在公路上的最大行驶速度 为105公里每小时 动力舱内的两个燃油箱是自闭式 总储油量为430升 最大行程800公里 该车型的外置轮边减速器的 刚性轴 与山猫装甲侦察车的部件相同 都是奔驰公司的第7号系列轴 上面也说了 胡适装甲车是27类装甲车 可以在水中行驶 所以该车装有两个 直径为480毫米的 四叶片螺旋桨推进器 位于车体后部的地板下面 水上行驶时 就靠这两个螺旋桨驱动 并且采用两极电液控制 仪表板上可以显示螺旋桨的角度 以及增加踏板的位置 在转向时 螺旋桨可以360度旋转 车辆入水后 驾驶员便可以通过液压系统 支起前防浪板 并独立控制车轮和螺旋桨 水上的速度为10.5公里每小时 虽然在之后的胡适装甲车版本中 删除了在水中行驶的能力 但是仍具备两栖能力 允许车辆能以高达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 在几乎完全淹没的情况下穿越水域 并由两个可旋转的四叶螺旋桨 安装在车辆后部的底部 胡适装甲车的武器装备 可以根据任务需要选用 既可以在车掌兼副驾驶员上方 安装一艇MG3 7.62毫米机枪 可以360度旋转 同时也可以在E6环形支架上 安装一门RH202式20毫米口径的机关炮 带发子弹150发 而且还可以装备米兰的MCT炮塔 发射反坦克导弹 而且在车体的左侧 有向前发射的6个烟雾弹发射器 当步兵下车或卸货时 可以发射烟雾弹形成烟雾屏障 值得一提的是 胡适装甲车还是一个车组 以基础型号为原型 衍生出了多种变体 比如RASIT轮式装甲雷达车 该车装有法国LMP公司生产的 RASIT战场监视雷达系统 含雷达目标跟踪与定位装置及电台 平时雷达位于车内 使用时液压装置将其 矩升至车体以上1.8米的位置 该系统也可以通过 一根30米长的电缆遥控操纵 以及HELAS轮式装甲电子车 该车装有西门子公司生产的 无线电台 以及HELAS型被动式电子雷达侦测系统 可以执行搜索 接收处于监视区内的雷达 以及火控系统的各种电磁辐射 信号定位以及处理任务 在多种变体中 名声最大的就是核生化侦察车 核生化侦察车是战时针对核生化武器而使用的 进行快速侦察 化验 报警 标示染毒区的一种机动车辆 在车内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操作 使驾驶员免受核生化武器的伤害 美国就订购了胡适核生化侦察车 单价每辆117万美元 还对其进行了升级 并将其命名为M93生化侦察车 在M93生化侦察车上 加装了一个新式炮塔 上面安装有M21化学战机报警器 一个测量风速 风向 空气和地面温度 以及相对湿度的气象传感器 以及一个与测量仪连通的中央计算机 遇到报警时会自动生成一份NBC4报告 以便通过单频道低空通信系统 进行数字化通信 M21报警器是一种远距离化学战机探测器 能够在5公里的视距之外 探测到神经和糜烂性化学毒剂 这种新型炮塔允许M21报警器旋转180度 并可在所有三个轴上做水准测量 凭借着出色的性能 胡适系列装甲车的生产总数超过了1300辆 其中德国装备1175辆 出口到美国185辆 英国11辆 沙特36辆 荷兰23辆 以色列和土耳其也有少量订过 出口的胡适主要为三房侦察车型 也就是胡适和声化侦察车 即便如此 德国依旧不满意 到了90年代就对胡适和声化侦察车进行改进 在2001年推出了胡二装甲车 并在2007年交付 与其前身胡适装甲车相比 胡二装甲车允许前面四个轮子的动力辅助转向 并将吨位增加了20吨 换装了新发动机 降低引擎继续 并加装新型车载电子系统 武器的多样性等等 并且在之前去掉的水中行驶 在胡二装甲车中也重新加了回来 速度与原来相当 其最大的改动是集成了更强大的低排放发动机 其有效载客从4吨增加到了9吨 胡二装甲车配备了MTU6VT20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 并且增加了直接燃油喷射 废弃涡轮增压机 液体冷却和电子发动机管理系统 该发动机在1800RPM时可产生456马力 其使用的子五线轮胎也有漏气保护功能 配备的中央轮胎充气系统 可以确保胡二装甲车在一个或者所有轮胎都已损坏的情况下 保持机动性 同时胡二装甲车还提升了人员的生存能力 其配备的IBD提供的附加装甲比之前更加先进 可防止12.7毫米和14.5毫米穿甲弹 火炮碎片 反坦克和杀伤人员地雷 正面的附加装甲可以防止30毫米口径的穿甲脱壳弹 同时配备了对讲机和收音机 驾驶员和指挥官的夜视系统 以及集成的全球定位系统和车辆导航装置 但是由于使用了新的防暴座椅 后部的人员容量减少到了9名乘客 其武器系统也做出了一定的改进 其可以使用多种武器 比如可以选择加装一座蓝银金属公司的E8炮塔 或者一座蓝银金属公司的PLS609遥控旋转塔 E8炮塔可以装备导弹 一门30毫米加弄炮和一门7.2毫米机枪 而PLS609遥控旋转塔 则是可以配备12.7毫米机枪 或者40毫米榴弹发射器 用于对付软装甲或者轻型装甲车辆 以及敌方的机载系统 并且PLS609遥控旋转塔 还配备了CCD摄像头 液晶显示器 以及操纵感控制装置 用于在车辆内操作武器系统 凭借着出色的性能 德国在2005年带着胡尔装甲车参加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核生化检测车的竞标 击毙了食人鱼 油骑兵等车 获得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22辆订单 2012年的时候又与阿尔吉利亚签订生产协议 在当地设厂生产 称为阿国的主力陆军用车 值得一提的是 胡适装甲车还有一种新变体Fuse KAI 它是一种专门用于探测和清除路边炸弹 地雷和简易爆炸装置的新变体 它具有一个可扩展的多功能币 该币具有两个配备日光摄像机 激光探测器和热成像仪的云台 可伸缩币可用于在危险区域进行救援行动 车辆的战斗重量为23.6吨 而机械臂可承受高达400公斤的载荷 有趣的是 胡二装甲车虽然在功能和保护方面 都比原来的设计更加优秀 但是基础型胡适装甲车的载易数量 却比改进版胡二装甲车的数量更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各位朋友还想了解哪些装甲车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